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来到 而蛋糕向来也是各家糕饼店所主打的重点 丰原一家老子号的糕饼店 追回就推出了年轻化口味的蛋糕派 像是草莓优格、草莓慕斯跟芋头、卡斯达等 店家就表示舍弃了巧克力等大众口味 希望推出的是妈妈小孩都能够品尝的蛋糕派 要来抢供市场的商机 满满的鲜花点缀这款水妹妹派 用了大量的草莓优格跟牛奶豆 是丰原这间老子号的糕饼店 今年所推出的母亲节蛋糕派之一 而其他的还有芋头卡斯达 以及柠檬煮肉起司等 都是相当年轻化的口味 因为草莓优格是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 都想要吃到草莓的 所以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有特别把草莓做冷冻起来 那就可以把它做成新鲜的草莓优格 然后加上香草蛋糕 这样不吃巧克力的小朋友 也可以吃到这一款派点 那柠檬提拉米苏是因为现在提拉米苏很流行 那我们想说柠檬也是我们的招牌 所以我们把它加入在里面做一种结合 摆脱一网巧克力等大众口味 强调妈妈跟小孩都能吃 所以这次推出的 有三款是蛋糕 五款是派点 除了保留经典外 口味有些尝试跟变化 而在外观上 这次也是以年轻粉色系为主 在上面有做一个小插牌 那插牌上面有一些就是跟妈妈可能比较可爱的互动 比如说妈妈抱一下 然后妈妈加意 就是让小朋友可能先话不好意思 对妈妈说住口的时候 可以借着这个上面的标语 然后对妈妈表达一下她的爱意 不论是脆皮的派点 或者是绵密的蛋糕 这里统统都有 要以新口味跟年轻化的视觉 来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甜蜜一下 乔薇太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这里这样台中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